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顶尖赢家节目 我是恒稳团队首席分析师李建民 再过几天就是元宵节 李老师在这边预祝所有的网友们 还有李老师亲爱的会员们 元宵佳节愉快 好 那么在今天以前 或许你对李建民李老师不是这么了解 我相信曾经加入过投顾老师的行业的投资朋友的话 你们心中一定有很多的疑惑 哇 投顾老师真的这么神 一档切一档的标股 好像每一档股票涨停板都是投顾老师的 那我也在上个礼拜五 做了别的投顾分析师不敢做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完整的公布我的买进的抠讯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所以你会很清楚我们真的是真相实弹 绝对不是出一张嘴 你是我亲爱的会员的话 我相信上个礼拜五欣喜若狂 一档好的标的 你能够在底部跟着李老师勇敢的做多 只要买两次就够 两次你就能够获利将近八成 那么在今天以前或许你都没有加入李老师行列 也没有关系嘛 我说过给你三天的考虑时间 三天的时间应该很足够了 你可以去打听看看 现在网路时代的来临 我们在Facebook或者说我们的Lite Ad里面 你都看得到我的分析 所以要瞎掰要胡盖 绝对是骗不了各位血量的眼睛 我相信5299的杰力 我在一月底的时候 就已经领先全市场告诉各位 只是说你能不能耐得住性质 你有没有不被震荡洗出去 所以好的标的 你如果能够在起账点切入 我相信富可敌国 那么当然今天杰力表现比较弱势 李老师你今天有没有做什么动作 我发觉最近杰力的网路讨论度之高 超乎我的想象 很多人在问老师 杰力目标价到底多少 什么时候要卖 我在上个礼拜也告诉各位 有开放一天的时间 你用那一天的时间 你能够加入我们的Lite Ad 又或者说你直接打电话 我相信李老师的助理的话 都结成的告诉各位 那么到底今天我们有没有做什么动作 我要保留给我全国的会员 那不是重点 你错过了杰力 我错过那要复制杰力的飙涨模式 杰力第二的旺旺标股 我是不是讲过本周一今天即将进场 有吧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 你等一下又看到难以置信的事情 我们不是持股一头拉股 我们任何等级的会员持股 就只有三档 只有三档的标的之下 我们今天又是现买现赚掌听板 我今天不会做一个揭晓 你明天还有最后一次上市的机会 我绝对不是跟各位开玩笑的 你看到挖矿概念个股的话 你看到什么 汉逊 甚至说成奇 立台 这个挖矿三宝 在上个礼拜五都是跳空直接涨停 想买都买不到了 那么杰力第二的超级标股 会不会比照 所谓挖矿三宝的这样一个标准的模式 我不晓得 我只晓得你还剩明天最后一天买进的机会了 你到底要不要赚 这个波段你没有赚到钱的话 你要起起支堆 李老师 我要帮你泡仇 因为大盘的话 之前快速回档修正一千多点 我相信 如果你在高档没有李老师的代理 你没有逢高卖股票 我相信的话 你现在逃末在修 老师 我现在都还没有解套 我要怎么呢 再买新的股票 很简单嘛 太肉换奖 股票市场的操作 有舍 才有得 有得必有失 你如果呢 舍不得砍掉不会涨的股票 你如何能够迎接 美好的未来呢 当然你锁定我们节目的话呢 我也不会每当股票卖出呢 都完整的告诉各位 所以网友呢 也曾经问到之前呢 我在高档出军的个股 我不可能在节目中呢 都很详细的告诉各位嘛 所以你如果想要了解呢 李老师你的股票 不管是短线还是波段 操作的个股 到底呢 有没有卖掉 很简单 你就锁定我盘中的抗讯 好那么上个礼拜五的话呢 美国联邦理事会FED 公布一些呢 数据的话呢 说呢会 把这个升息的脚步呢 减缓了 所以呢美国的道琼啊 纳斯达克啊 费成半导体啊 甚至S&P500 同步的大涨 所以呢我在 其实放假的时候呢 我就已经呢 针对这个大盘的盘式呢 做很详细的一个研究啊 甚至说在今天的一个盘前分析呢 我也直接挑明啊 我说大盘呢 今天今天哦 会来挑战月线哦 你看今天大盘 大盘呢是不是呢 开盘呢 是小党33点而已哦 不是开盘直接跳空大涨哦 然后呢盘中最高来了10890 涨了96点 这个代表什么意义呢 很简单嘛 中多行情呢 持续的蔓延啊 我在上个礼拜呢 就很详细很清楚的告诉各位啊 我说大盘呢 一旦呢 有效的突破季线的反压啊 这表示什么 中多格局呢 再度的展开嘛 好 你看到在这个上个礼拜五的话呢 是不是呢 突破呢 这一条绿色的季线 我说是中多 还有中空的分水龄啊 你要能够赚大钱的话呢 你就看到这个做多的讯号 再买进来 还什么 游位玩意啊 还来得及啊 当然你必须要李老师的带领嘛 好的标的的话呢 一定领先市场落底嘛 每一个阶段的主流啊 或者说呢 真正的强势的个股啊 一定是领先大盘落底 当大盘呢 准备往上攻的时候呢 他已经什么 创新高了 就好像吴鹤就有的竭力啊 是不是在上个礼拜五呢 两根掌临板 然后呢 再创什么 历史新高啊 也就是说呢 挂牌以来呢 每一个买进的投资人的话呢 你都是赚钱的 那么今天的话呢 你看哦 他就是很听话 来挑战呢 这一条呢 蓝色的月线哦 你再看一次 不是开牌就直接什么 来挑战的哦 也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针对指数来做多的话呢 你开盘做多都还来得及哦 可是重点呢 当他来到那今天早盘的高点去追的话呢 针对指数的部分的话呢 你或许 讨不到那任何的便宜哦 我在上节目之前的话呢 大盘只涨了62点了 难道所有股票都是 往上冲 创新高就往下打吗 那何未必哦 你要操作的是个股哦 好 你看这张股票 5299的竭力 真是很够力啊 为什么李老师呢 在他呢 从新贵转上贵的第五天 我要做买进的动作 很简单嘛 基于风险的考量 因为呢 在他新挂牌上市 或是上贵的前五个交易日 没有涨停停限制啊 所以为什么呢 我在第五天才做买进 因为呢 隔天呢 就有涨停跟跌停的什么 限制 股票市场的操作呢 你要先想到风险啊 不能只想要赚钱的部分啊 所以你跟着我操作 第一个 我绝对是针对基本面呢 很详细的去研究 什么个股 它有很大的一个爆发力 它有没有未来 它的竞争对手呢 强不强 它的接单状况 它的营收表现 像杰利的话 那一月营收呢 创历史新高啊 我们都选择了好的标的 第二个 我绝对不碰投机草售的个股 第三个好进好出啊 你看当时的成交量 两千多张嘛 对不对 绝对是呢 让你能够很轻松的买到 不是说成交几十张几百张 当天买进呢 是不是赚七个percent 那隔天呢 我的天啊 我说过呢 你错过了资源呢 三根的涨停板 资源第二的超级标股 你就不能再度错过哦 在一月呢 十六号跟一月二十号呢 李老师的两场免费投资讲错 我已经把梁拉股票呢 准备好 要带着你呢 同步的什么 进场 你看他呢 3035的资源 245的全新 是不是呢 都在短时间之内呢 马上什么 往上创新高 你错过了资源 我说没有关系嘛 好的股票呢 我们一档接一档啊 我们不会呢 买不完的股票嘛 我们一定是一档股票呢 在高档全数出新 然后呢 转买进另外一档呢 刚刚发动的个股 我们不会去追涨停板啊 我相信呢 你曾经参加过 投顾老师的行列 我这边也不想批评别人啊 每天都买不完的股票 都是什么 追涨停板啊 公共涨停板 股票你要什么 领先市场布局啊 刚刚发动的时候呢 勇敢的切入啊 那为什么李老师会非常勇敢的 在他挂牌的第五天 勇敢的买进 因为我知道MOSFIT的 概念个股的话呢 他们有所谓什么 涨价的效应啊 甚至说呢 无人机啊 扫地机器人啊 很多很多啊 你不知道的利托啊 都会在陆续呢 一一的什么 公告 可是当你听到利托的时候呢 利托总在飙涨后出现嘛 我们要领先掌握第一手的讯息啊 而股市的赢家的话呢 是先知先觉 为什么我们很稳团队呢 能够先知先觉 好 就是我们有研究团队嘛 炸家要上李老师的横稳酒法 对不对 所以我当时呢 遮住嘛 你当时是看他遮住的 我说资源第二呢 差一点掌停板 你一样不相信嘛 然后呢 等到2月5号呢 全球股灾啊 有另外次上升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呢 买点错过了 也没有关系嘛 你要相信专业嘛 你知道李老师呢 不会随便呢 去乱追股票嘛 都是逢低布局啊 加码买进 然后呢 当然不是每一次都是逢低买进啊 他刚刚突破转强啊 也是可以买 所以你用过去的思维 过去的想法是走不到未来的路 很多人说老师啊 这个节力啊 好像以前的获利呢 没这么好 你要知道啊 股价反映的是什么 未来 如果今年呢 这个市场预估啊 节力可以赚十块 那你认为他的股价呢 是便宜还是贵 股价的一个便宜还是贵 不是由你 还是我决定啊 是由对股价有影响力的人呢 他来决定的 不是我说的算 所以呢 你看他这个节力的话呢 你看他获利很好 一定是在吗 一定在今年嘛 股价是不是领先反应 2月21号呢 金狗年 旺旺年 开盘的第一天 差一点涨泥再动新高 你还不觉得怎么样 等到他呢 历所涨天的时候 哇 李老师啊 你的节力啊 太棒 啊 老师好可惜啊 我没有买 老师啊 好可惜啊 我被洗掉了 你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李老师盘中的带领 因为你的买性价格比较高 你会担心嘛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呢 在起账点切入 1月底就买进 215号加码买进 你会被洗掉吗 不会嘛 对不对 哦 第二根涨停板 全市场都在讨论李老师呢 早在1月29号呢 就领先全市场布局的 5299的节力 哦 第二根涨停板 续创历史新高 哦 你看 两次的操作呢 很简单嘛 78个percent 哦 78个percent 今天是否有动作呢 哦 是 今天大盘啊 挑战月线耶 哦 盘中最高呢 涨了97点 哎 节力呢 今天怎么搞的啊 他是直接什么 开滴呢 往下打的哦 老师你今天 有没有做什么动作哦 哦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的话呢 也欢迎啊 你加入我们的LINE AT 又或者说啊 更惊喜一点的话呢 你就直接打电话进来 做一个洽询嘛 哦 我不方便在节目中呢 做什么 做一个详细的解说 啊 重点来了 老师你的节力啊 还可不可以追 老师你的节力啊 今天表现弱 要不要卖 当你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已经在什么 今天找盘 我说过呢 你在今天开盘前 一定务必 想尽办法呢 把什么 手续办好 因为节力第二的超级标股呢 我在上个礼拜 已经预告给各位了 我说可以三天的考虑时间哦 机会骚送即逝哦 财神爷呢 会不会呢 从你家门经过 你却没请他进来做作 你没请他进来做作的话呢 你至少呢 要把李奥斯的抗讯带到嘛 恭喜各位 你如果在今天呢 开盘前 手续办好 这一档股票呢 我找盘就做买进的动作 当天买进 即利所涨停 它是节力第二的超级标股 至于它的利多题材 我也不方便做一个公布 它都是时下最夯的题材 外资自营商的话呢 都是什么 在它刚刚发动的时候呢 就激起的布局 一路的买 投信呢 到今天为止的话呢 都没有做调节的哦 所以第一个 它是法人认同的直优个股 第二个 全市场最夯的题材 老师 现在最夯是挖矿啊 或者说呢 你也听到呢 可能呢 一些涨价的效应啊 或者说呢 它这个营收呢 创历史新高 更不在话下 所以这档股票呢 你不要等到我揭晓 等到我揭晓的话呢 一切都来不及了 而我们的研究报告的话呢 也会随着我们在买进的时候呢 同步的什么 同步的准备好 这档股票是节力第二的超级标股 我们当天买进就力所涨停 老师 每个老师都讲说 他要涨停板啊 说 汉讯呢 涨停板啊 威盛呢 五根涨停板啊 说立台啊 说成奇啊 好多的标股都是他们家的 老师 你可不可以拿出证据来 可以 好 看一下 今天早上呢 9点50分哦 我请问各位 如果我没有低通买进的抠讯 我会这个 当天买进就力所涨停的什么 抠讯吗 你把手续办好 或许你一旦之前呢 你没有跟着我同步操作 你错过了一档 接一档的标股 那没有关系 你今天 开盘前 手续办好 我们买进之后的话呢 你就会说到这 下一通 第三通的抠讯嘛 公共这档股票呢 当天买进 其力所涨停 此为节力第二的旺旺标股 持股呢 务必报道 哦哦 老师啊 太感谢你的 大盘今天呢 出现高点往下打 结果呢 我们的股票呢 锁住了 明天呢 有最后一次上这机会 我绝对不是跟各位开玩笑的 这档股票呢 有极强的爆发力 法人呢 持续的加码买进 甚至说呢 它的股价才刚刚起站而已哦 它才低跟涨停板哦 如果你错过了明天的最后买点呢 我不晓得啊 等到呢 礼拜四 因为礼拜三的话呢 是二二八纪念日啊 休市一天 我不晓得呢 你错过了礼拜二的最后买点啊 礼拜四呢 还买得到 还是买不到 我不晓得 哦 所以呢 如果你真的想清楚 你错过了节力呢 将近八成的获利呢 这档股票 刚刚起站 你务必把握明天的最后买点 最后呢 祝福大家操盘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